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皇家警官骑着高头大马前来 拿起喇叭说 各位 这位先生的话你们都听到了 现在请您表示你们的立场 赞成烧掉白金汉宫的请站到左边 赞成绞死王室贵族大臣的请站到右边 中间空出来的道路让行人通过 全场大笑 人群顿时烟消云散 肖伯纳是英国现实主义戏剧作家 1925年 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也是世界著名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 有一次 销售的肖伯纳遇到一位大富贫贫的商人 商人借机欺落他说 可见你 人们会以为英国发生了饥荒呢 肖伯纳不慌不忙地回击说 看见你 人们就会明白饥荒的原因了 虽然只是在原话里改了几个字 如此巧妙地回答 就隐含对商人唯利试图 回复不仁的无情揭露与争辩意味 还有一回 肖伯纳所写的《武器语言》 在军院举行一场隆重的公演 世界知名人士都应邀观赏 演出非常成功 因此 剧中时 观众要求肖伯纳上台 接受众人的掌声 正当肖伯纳走上了舞台 准备向观众致议时 观众席中突然有人站起来 对着肖伯纳叫马 肖伯纳 你的剧本糟透了 谁要看啊 听言吧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是观众们大吃一惊 因为肖伯纳一定会气得发抖 谁知肖伯纳不但没有表现生气 反而笑容满面地向那个人深深举了个弓 有礼貌地回答说 这位朋友你说得很好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接着她指向剧场的所有观众说 很遗憾的是 只有我们两个人反对这么多观众有什么用呢 肖伯纳说了全场红堂大笑 紧接着掌声四起 那个没趣的挑衅者就在笑声里 灰溜溜地退出了剧场 英国首相丘吉尔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丘吉尔不仅是一位身名卓著的政治家 军事家也是一位机敏睿智的幽默大师哦 有一天美国议会里有一位长汉丘吉尔 唇舌交锋的女议员 冲着丘吉尔说 如果你是我丈夫的话 我一定会在咖啡里下毒呀 丘吉尔听了不假思索的回应说 如果你是我妻子的话 我一定喝下那杯咖啡呀 肖伯纳和丘吉尔都是19世纪 英国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两人颇有交情 又都有几分傲气 因而见面 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 即使是写信也是如此 有一回 肖伯纳派人送了两张戏票给丘吉尔 并付上短签 亲爱的温斯顿爵士 奉上戏票两张 希望阁下能带一位朋友前来观看著作 《买花女》的首场演出 如果阁下也有朋友的话 肖伯纳的来信 席洛终于邀请 丘吉尔看过后不敢示弱 马上写回一条 欲以反击 亲爱的肖伯纳先生 蒙次戏票两张 谢谢 我和我的朋友因为有约在先 不便分身前来观看 《卖花女》的首场演出 但是我们一定会赶来观赏第二场演出 如果假如你的戏也会有第二场的话 丘吉尔用极致幽默的语言巧妙地欢迎颜色 为后人留下一段经典的幽默 话有三说 巧说为妙 古之圣贤一句话就可以赢得一座池城 然而没有人天生就有好口才 好的口才是建立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之上 只有见识多了 才能够妙语如珠 说出言之有误 有说服力的话 想要说得好 说得妙趣很深 就得多充实自己的内涵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走走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妙 在英文中有哪些实用片语 千万别错过咯